大家好,我是纵横科技的贾立敏 纵横科技是纵横环责任开发部署企业 也许您之前有听过纵横环 也许是第一次听到 今天就让我为你回答几个常见的提问 纵横环一个跨企业供需链 拥有协同优化和智能的平台 德国工业4.0智能制造生态体系 共有四大特性 可见性、透明性、可预测性和适应性 而这四大特性将对全球供需链带来冲击 纵横环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平台 纵横环将平台内的所有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强大坚固的信息能量 然后反射回这些企业 确保他们做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精准 也帮助他们累计自我学识能力 谋定战略 从而提高绩效 在商战中屡创佳绩 时下的跨企业供需链方案 是按照传统的信息流架构模式 就是企业A处理信息后和企业B沟通 企业B处理信息后再和企业C沟通 以此类推、层层沟通 在这种信息流的架构中 信息每经过一个层级 势必被一层层扭曲 我们称之为直线二层信息流架构 1997年保洁公司在一项调研中发现了牛边效应 牛边效应是指当供序链下游 轻微的波动往上游移动时 这个波动会不断的急速增大 从标准差图表可以明显看出 从轻微波动到大幅波动 曲线的明显变化 波动的大幅增加 势必造成厂家加大产能 增加库存 扩大仓库 增加员工 压低现金流等等 这些都是拉低企业利润的因素 造成牛边效应有五个因素 第一 价格的波动 第二 批量订购 第三 预测修正 第四 提前期 第五 订单的扩大 而这些因素正是直线二层信息流架构 所面对的局限 我们中恒环的部署 是要与企业内部的ERP MES CRM等信息系统相连接 使信息流更加贯通融合 而不是取代 我们已经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 供应链教授群共同讨论 纵恒环将从两方面产生巨大效应 第一是宏观的工业经济 第二是微观的企业绩效优化 纵恒环的部署 可以消除牛边效应现象 这一目标的达成 将让全球工业经济 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纵恒环颠覆了传统的直线信息流模式 增加企业信息量 使决策得以精准、优化 使企业利润得以翻倍 数据是一家企业的命脉 我们将从技术层面、法律层面、管理层面 给予强而有力的保护措施 我们会与世界知名的阿里云计算平台 建立战略伙伴 采用他们先进的科技保护网与加密技术 我们也会参照国际数据治理标准来作业 工业层级供需链错综复杂 而纵恒环能打通其信息流的任督二脉 让主导的国家或企业 在全球供需链信息能量爆发中享有主权 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最后我们欲请有志之士 与我们一同落实这一宏图计划 期待您的加入